Hello,大家好,又是我省家人,是你加拿大的老友記 這次和大家玩些什麼呢?這次省人遊記呢 和大家試試去行山,哪一道呢? 我選了在Markan附近一個trail走一下 這個trail究竟叫什麼名字呢? 就Adrian Kings Woodlands 這個名字這麼複雜的,怎麼叫呢?不要緊 現在帶你去看看 如果你還未訂閱這個頻道,記得訂閱一下 Like一下這條片,Share給朋友 還有什麼留言可以在下面告訴我 大家老友記幫幫忙,Subscribe一下 其實我們身為安省都挺方便的,想行trail 因為相當之容易的,你只要上網 上去Ontario Trace Council的website 就是 ontariotrails.on.ca 就可以找到所有關於trail的information 例如在我們附近的城市 究竟有什麼trail可以走呢? 現在我們在這個網站試試試打一下,譬如我去Strofield的話 Strofield就有這裡了,選了之後 他就告訴你 在這個地區有什麼trail可以走的 所有information都在下面 例如你想做什麼activity呢? 這裡又可以讓你選擇 我想踩單車off road的,這裡就有了 Mountain bike又有,Winter biking都有的 每一個不同的trail 都有不同的activity給你選擇的,相當之方便 另外,譬如好像這樣,如果我想 多些information 關於這個trail 我只要按進去 就可以去到這個trail的主頁 這個主頁就包括了所有information你需要 例如哪個region,哪個city 那個trail多長 究竟有什麼classification,我錯過來的,所以不多識的,這裡singletrack就對我了 一個圈這樣,可以做什麼 Activity Hours,什麼時候開,什麼時候關 全部都在這裡 就算有一個direction,你知道怎樣去都可以 當然啦,你copy地址,然後google找一下 都是挺方便的 好了,今次就和大家看一下這個trail,究竟有什麼搞 真真正正去到網上,臭高氣爽,應該挺舒服的 介紹之前,不如說一下我們怎樣去google的map 很簡單,你只要highlight這個名字,right click它 然後就可以search with google 或者search,又去幫你找的 一去到這裡的時候,就看到google了,按個map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地圖在哪裏 選對的,這個 對啦,然後你就可以按direction去找的 其實再選這個方法,你就是跟著這個mark and roll 直上就是了,譬如當你在major mackenzie 轉左進去mark and roll 你沿著mark and roll北上,你就會過到這個地方 相當之簡單,不要再簡單 好了,在影片中,你見到我就沿著這條路 北上 這條就是mark and roll 上去,當你見到boomington的時候 然後呢 你就會見到一個round about 這些round about不是經常都有的 兩條線的,兩個圈的,所以小心點跟著走 基本上兩條線,你就要看清楚你要入哪條線 跟著左手這邊的線就可以直走 小心點,在旁邊有些車會出來 雖然他要讓你,但也小心使得萬年算 繼續直去之後,你就會過多一條大街 Roller,之後才到達 的喔 過了Roller Road之後,你會到達一個叫bollingtree的小鎮 這個小鎮呢,有小小的店舖 Tim Haunton都有的 如果你需要的,可以在這裏買杯咖啡 但是呢,走前都不久,就會很快到了 看不見到路牌左手面 這個路牌小到真是無倫的 如果你不小心點看,真是很容易miss的 你轉左進去,你就會見到整條路 跟剛才的景象完全不同 這裏真是整條森林的小徑 雖然是這樣的,這條路 闊闊地剛剛好夠兩輛車的 一來一回,所以如果有車的時候 你也要慢慢地讓人走,那就不要隔眼快 這條路都有一些小洞的,粒粒的 所以你走的時候小心點,否則 蹲傷屁股就不太好 遠離城市,見到這麼多綠色的東西 真是心亢神異 去到尾呢,就會見到一個 大塌地,這塌地我做什麼的 泊車用的 泊在這裏你就可以走進去這個trail 這個路口就是剛才我們開車進來的路口 在這裏向前行,你見到這裏有一個閘口 比阻礙著不讓人開車進去的 這就是trail真正的入口 過了這裏 就是這個深能的trail的開始 今天就是秋天的天氣 也沒有太陽,也雖然雖然沒有下雨 但是 整個天氣相當爽 十多度,但是真的要穿上風衣 還有裏面要打衣服 這裏就可以看到 Dogs must be on leash 即是說你如果放狗 一定要帶著這條鏈 那好了,看到這個trail 其實有三條路 應該是四通八達 究竟怎樣呢 看看這個地圖就會知道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樣 你開你的Google 都可以看到整個圈 既然是York Region管理 它自然有些規則要遵守 不要丟垃圾 不要over night camping 不要smoking 這些泥牌 如果看回地圖 這個就是整個trail 在左手面 然後到Dogs must be on leash 就會是McCarwin 而右手面的Dogs must be on leash 就是Markham Road 我們就在紅色箭咀這個位置開始 其實這個trail都頗好走 相當之簡單 當然你不要走入枝路的時候 遠處條大路繞一個圈 去到湖就可以回頭 你看到旁邊 所有的樹都是很綠色 現在的秋天天氣 當然好 遲些冬天我相信有另一番景象 今天天色都不錯 我的朋友都告訴我 其實這個trail 很熱門 因為相當接近Strofield和Markham 在夏天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來走 而且有些人帶來放狗 也有些人踩單車 你看看這些是什麼 在樹上有些 都不放乾淨的東西 那就無所謂了 天然嘛 大自然就是這樣 講開大自然 小心點地雷 因為這裡聽說都有一些 馬 出出沒沒的 可能有些人帶著馬來騎 或者帶著牛 不然哪有那麼大篤 其實如果在有陽光底下 或者比較天清的底下 走這些叢林 實在挺舒服的 如果你說夜晚 這樣走進去 有沒有狼的 有沒有狐狸的 有沒有紅人的 嚇死人了 看看 今天應該沒有 沿著條路直去 我們看到第一個分叉口 這個分叉口相當簡單 一定不會由右手邊 因為右手邊 都是過來的 我們要繼續向深入走的時候 就會轉到左手邊 除了一條大路之外 還有一些 捷徑仔 如果你懂路你才好走 如果不是 最好就是跟回大路走 它都會攔住一些欄杆 有些地方不讓你進入 York Region管理的 你看到了 York Region Forest 不要隨便進去 放下機拍照 一路向前走 你會發覺 旁邊的樹 比較疏 即是陽光照得 多一點 應該會越來越光猛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所以太陽就曬到這些地 這邊這些路 就會比較乾身一點 你看 真是越走越明 走到這裏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走到這個trail 差不多一半 怎麼為一半呢 因為前面有一個魚塘 所謂魚塘 應該叫做水塘 你看到這個水塘 也不會十分大的 但是 都是一個很美的景色的地方 你就可以抄這個小路直接走 走下去的這個水塘 或者可以兜個圈走條大路下去 條條大路的通羅馬 但是天氣乾爽才好 這樣走 如果不是 比較危險一點 這個就是水塘仔 雖然一眼見了 但是 在一個森林裏面 有這樣的水塘 真是一個叫特色來的 究竟裏面有沒有魚 一會才告訴你 這個森林裏面也不算十分大 一看就已經看到最旁邊 所以 在這裡看就好了 千萬不要打算在這裡做水上活動 看回頭 剛才我們走下來的斜路 其實 真的挺險要的 如果要走 真的要加倍小心 如果有些陽光射下來 照到水面 在這裡 顯影得特別漂亮 哇 你看這個景色 相當幼美 我最喜歡 當綠色 配襯藍色的白雲的時候 那些雲的顏色 多深層次 真的感覺到 造物主真是偉大 就是啦 如果走得累的時候 這裡有棵木 就絲絲正正 可以坐下 攤頭一下 然後才回程 剛剛又說了 究竟這個魚塘有沒有魚呢 你看一下 其實它也有些水圈的 即是說裡面 都有一些魚類的物體 究竟是什麼魚呢 一定不是好魚啦 這裡 不要打算來釣魚 我們就可以向魚塘的左手面繼續走 這條路就會屈回我們剛才的起點 如果見到十字路口 你可以直走 就可以很快地回到起點 如果你想再走 你可以屈其他地方走 就是這樣 再走就已經回到指示牌 我們的起點 整個路程大概 就走了差不多40分鐘左右 當然啦 這個casual這樣走 所以如果你想簡單單單有一個trail walk 這裏也是一個好去處 走的時候也都相當方便 你只要沿著這條路 出回去 你一見到這條大街 那裏就是markham Road 你向南走 基本上 就可以通到你需要回家的地方 看一看你 這裏stroffield的油 其實是比較便宜的 比起markham 是便宜幾仙的 所以 上到你 反正也是 不如入油再走 好了 今次旅程 就到這裏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不妨給個like我 有什麼想談 在留言告訴我 未subscribe 麻煩你subscribe一下 好了 就這樣 我是坑家仁 拜拜 好了 這條片就去到這裏了 請大家訂閱 點讚 留言 分享給你的朋友 就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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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